我先開場一口話話大吉 好 喂 嗨 大家好我是劉子瑜 然後我是寫小說的 那 然後我的作品裡面比較近期 然後大家比較知道的 其實是一個非常落地於現實的小說集 所以比較不科幻也不奇幻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 從小就非常非常熱愛奇幻 科幻這一類文類 尤其是奇幻的人 所以 當我知道這一次的講座要搭配的講者是研究 專門研究奇幻科幻 然後甚至還有練金術等等的 就是台大老師 就是趙田怡老師的時候 我非常興奮 就是一方面是我對他已經仰慕許久 然後一直想要有一個正當的方式 就是正當的方式可以認識他 然後之後我寫故事的話 就是那種什麼練金術幹嘛就可以問他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呃現在臉書上我不知道 我猜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一個奇幻 呃奇幻 專門討論奇幻的社團 然後老師在上面也相當的活躍 就是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認真的 就是在非常熱情的回覆大家的留言這樣 呃回覆大家的貼文 那呃 這一篇 呃今天我們要講的小說是 小逸出版的 我等待著你 然後在我等待著你 這一本書中有三篇中篇小說 第一篇是我等待著你 第二篇是我朝你走去 對嗎 很好 每一個字都說對 呵呵 第三篇是 墮落的先知 那前面兩篇呢 它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故事 第三篇則是 與前面兩篇完全沒有關係的故事 我先大概前情提要一下 以免有朋友是沒有讀過這本書的 那我自己呃就是 呃編輯立文後來 呃在很久之前就 請我邀請我來寫這本書的 嗯 算是推薦 呃本來是要寫推薦去 後來爆雷爆太多就放在把上面了 然後 這一本書 它的前兩個作品 跟最後一個作品 調性完全的不一樣 剛剛也跟老師聊到說 讀前面兩個作品的時候 你 其實非常容易進入 因為它是一個異性戀的愛情故事 然後 不管是你的性向 或性傾向是什麼樣子 看這樣子的故事 因為你在這樣子的文化底下長大 很容易就可以進入異性戀愛情的世界裡面 即使它是在心悸漂流的狀態 但是 在心悸漂流 然後在充滿愛情的那個氛圍底下 你挑到第三個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 一開始我就是一個傻眼 你就是 我就問編輯說 你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放錯故事了 是不是完全 而且它的調性完全完全的不一樣 而且 就是 哲學到一個 第三個故事 非常非常的哲學 甚至 也可以說是玄學吧 就是到一個 誇張的地步 但是我讀完之後 讀完之後 我很苦惱說 我要怎麼樣幫這整本 調性 調性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來寫 推薦呢 然後後來我就想到了 事實上在我們熟悉的科幻故事裡面 如果我想在座很多朋友 都是跟我一樣 從小開始讀奇幻科幻 我們很習慣的東西都是史詩場面啊 然後戰鬥啊 很多很多 然後用一些 我們現在還想像不到的科技或魔法 來做很炫目的一些 它在電影上可以變成 聲光效果的東西 但是在這本書裡面是看不到的 而且 我回想起這一兩年看到的 韓國的科幻小說 很多我們都是看不到這樣子的 史詩場面的東西 那 甚至它 這一本書裡面 就算有星際漂流這件事情 它的重點也完全不在星際漂流上 它還有世界末日 但是重點也完全不在世界末日上 然後第三個故事 它甚至是探討了人的本我跟真我的那種 另外一個層次的地步 我心裡就在想 這個跟大家熟悉的科幻小說 是很不一樣的 跟大家熟悉的幻想小說 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那顯然 當然一定會有一些人不太習慣 就是 蛤這樣子也叫科幻嗎 後來就是漸漸的有人提到說 我們 之前我有聽過有人把這樣子的科幻 冠上一個稱謂叫做軟科幻 軟科幻它的感覺就是比較軟一點 然後呢大部分的軟科幻都是女性寫的 一開始我還蠻喜歡這個說法的 後來我有一點漸漸的不太爽 這樣你感覺好像就是在講什麼 女總裁 這一類的東西 它就是科幻 如果我們可以承認 我們喜歡科幻喜歡奇幻喜歡幻想小說 這樣子的東西 是因為它可以給我們帶來 不同的視野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 理解科幻它應該也要有很多面貌 現在的科幻它帶來的是 跟以前的科幻不同的視野 但它也是科幻 它同樣是科幻 它不需要是軟科幻 它就是科幻 這樣子的感覺 對 這是我對這本書的感受 那 我很寫 我也 就是不管是從前面這兩個故事 或第三個杜洛的先知 這完全掉進不同的故事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 不再去 把視野放在史詩的戰鬥場面上面 而是把它回歸到個人 您是個人的感受跟需求 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這樣子的回歸 這樣子的回歸是近年來很多科幻小說的走向 那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走向 因為它不在大局為重 對 我很喜歡這種做法 當然不在大局為重 一定會有很多人 習慣大局為重的 會覺得這樣子太軟了 太個人了 太小情小愛了怎麼樣 但是我們要承認的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人生 這是我們在我們的人生中會遇到的東西 那我講了好多喔 對不起 就是我對這本小說呢 有非常多不浪漫的想法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走浪漫愛的故事 但是我有非常多不浪漫的想法 不過呢我們先請趙婷怡老師 先來聊聊這本書 也許在接下來的Q&A當中 我們可以來聊聊我的這些不浪漫的想法 跟大家對這本書的看法 好 那就請老師開始 謝謝 謝謝老師 開場 然後我在正式開始我的部分之前呢 我也很支持子余的說法 就是那個軟科幻跟硬科幻 因為我自己我的一個研究的算是 核心的一個概念是非二元對立 因為剛才指揮說我是有研究戀經 然後我也研究那個中國彈道 還有道家思想 其實在他們那個比較 算是到哲學領域的那種思維的話 二元對立的這個東西 其實到後來會有很多問題 那所以我也覺得 之前他們說軟科幻硬科幻 是一個可能比較方便歸類的一個標籤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作品 它其實是很難用二元對立的標籤去貼上去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就算是科技好了 科技始終源自於人性 那其實看科外想說 當然有些讀者他很喜歡科技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更有興趣 更好奇是說將來幾千年後的時空 或是幾萬光年之外的世界 那個星是不是還是一樣的 有什麼差別 外星人跟我們人類的星不同嗎 他們的想法有什麼不同 那如果硬要用二元去分的話 沒有講到腦神經 沒有講到大腦 那個就是軟科幻 我又覺得So what 好 那我就正式來開始我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我演講的題目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看它的劇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個梗 最遙遠的距離這樣子 大家可能還記得 因為它在幾年前其實蠻流行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標題定成 宇宙中最遙遠的距離 那剛才提到說 我想到的一個梗是這一句 這個其實在網路上有很多的誤傳 就是我看到很多內容農場 就是說泰戈爾講的 就是好像有那個 嗯 諾貝爾講的加持 感覺含金量比較高這樣 因為大家可以去Google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這一句 我就看到很多版本的出處來源 那但是經過查證呢 其實它是作家張曉賢講的 好 那所以他講說呢 最遙遠的距離呢 這個看起來真的蠻令人哀傷 也很感慨 就是我們其實離得很近 可是我們的心有十億光年那樣的遙遠 所以等一下我在聊這一部故事的時候 我其實會講 就是說距離這個部分呢 不只是形體上物理上的距離 心的距離也是一個 那這個或許也可以扣到第三部 那所以這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內容 那剛才那個子余已經有講蠻多 這個故事架構的部分 所以也許我那個部分就可以跳得比較快 那我的一個分享的重點呢 是比較在前兩部的故事 因為我想說呢 我們大部分人可能覺得說 跟我們比較接近 或是跟我們的生活啊 比較相關的 也許是浪漫愛情 尤其是最近三年來 最近幾年來 大家是不是被各種 各種那個婚姻戀愛關係的 直變亮變的新聞對不對 就是從各種的崩壞啊 就已經被嚇到或是被傷到了 就會覺得不想再相信愛情 那我真的個人看完了這一部啊 因為我剛才在會前跟子余說 我原來也是那種 我說我自稱古墓派這樣子 就是從小待伐修行到現在 就會覺得說結婚那種 關我什麼事啊 戀愛啊 那個不管我的事啊 但是呢我覺得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欸我很驚訝 我稍微會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跟跟某個愛我的人 可以浪漫到那個程度 好像也許可以這樣子 所以呢 尤其那個我們下個月是七夕啊 因為我本來收到書的時候 哇那個怎麼辦 7月7號已經過了 但是7月7號是日本的七夕啊 他們過國歷的 那我們農曆的七夕在下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蠻適合在七夕 七夕的時候來來看 會很有感覺這樣 對著天上的銀河這樣子看 真的太浪漫了 好那所以呢 我的分享的議題呢 大部分是跟前兩部故事有關 那所以呢 第二個部分跟第三個部分呢 講的就是前兩部故事 一個就是我等候著你 另外一個是我朝你走來 而書名沒有念錯了 好 好然後呢 假設說我們有時間的話呢 我稍微很快的講一下 我對杜洛的先知的一個感受 因為那個故事就算剛才止於講 它其實是一個完全不同向度的故事 那個值得再開另外一場演講來講這樣 對好 然後再來就是簡語 那問答的時間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飛帝書店啊 提供給我們很棒的禮物這樣子 因為聽說呢 只要那個發言的朋友啊 我們應該今天有機會 大家應該都有機會拿到這樣子 他們有準備了那個紀念品的徽章啊 好像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 然後另外呢 好像聽說那個同場嘉義後面的啤酒也有可能 GET嗎 你擇一 可以這樣看啤酒擇一這樣 他聽一點啤酒 好 那我們到時候就看 因為我們問答的時間會有一個 我想應該這樣子的空間 大家講話我應該聽得到了 那如果聽不到我們也有線上表單 可以讓大家用文字輸入這樣 好 那作者請問在座的各位多少人知道金寶英老師 這位作者 都算是印象比較新鮮 好那我就很快的講一下 因為我也很高興 為什麼我受邀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很棒的機會 因為我其實對韓國的科幻 並沒有那麼大的了解 但是我很高興說最近慢慢的 他們有引進韓國的作品 那所以呢 我看到金寶英老師的一個背景資料呢 覺得哇 真的是太厲害了 他是 其實他大概跟我算是同一輩的 然後呢 他其實也得過 科幻小說獎 就是在韓國算是科幻界蠻知名的一個作者 而且呢 他的印譯的作品呢 已經有入選過美國那邊的獎項 那他也擔任過 末日列車的古文 然後我記得老師他原來的背景好像也有跟遊戲那部分有關係喔 所以他對這個領域其實還蠻熟悉的 那剛才紫雲已經有提過故事的架構喔 那我這邊就很快的帶過去 因為我剛才在會前呢 也跟紫雲聊喔 就是說這一本書讓我覺得最有趣的 就是除了他的故事之外呢 他其實蠻多所謂的背景的文本有進去喔 那因為我們一般看小說 那就是看故事怎麼樣啦 最多就是有些推薦序喔 但是因為這個故事蠻特別的 他的前面兩個故事呢 第一個故事其實是拿來求婚用的 那算是那個金寶英老師呢 他的朋友間 算是忠實讀者吧 就是請他委託他來寫一個故事 拿來向他的女朋友求婚 然後 所以在這個當中呢 金寶英老師寫完了這個故事之後呢 他還有寫作者的話 然後呢 原來委託的這個男女主角 他們都有寫自己的心得 這對我來說真的很有趣 因為通常我們在大眾出版 或是類型文學的出版 絕大部分是單向的 就比如說好你今天一買書了 上面都已經是訂稿了 已經印刷了 那大概讀者也要表達他們的感受 可能就是要上購書的平台 或者是說呢 為了求婚這麼費工對不對 然後還自己做手工書喔 然後還錄起來 然後求婚的那一天 他就是帶女朋友上到那個車上喔 然後就停下來 然後播放那個MP3 給女主角聽 給你女朋友聽 我需要再講那個比較不浪漫的地方嗎 先講 那還是指引講 不浪漫的教練 因為我們剛才也有聊 就很有趣 他那個播放的過程當中的男主角 居然自己就睡著了 但是呢 女朋友好像聽到還蠻感動的 有聽到有流眼淚這樣 那可見兩個人是真愛 那當然後來他們那個夫妻倆就是有結婚啊 然後更有趣的是 他們結婚之後 婚姻很幸福 還生小孩 然後因為他們兩位都是老師的忠實讀者 他們小孩子的名字 就是用老師科幻小說裡面的一個人物 來命名欸 哇 我覺得這就是愛是愛啊 對 如果我是作者啦 有讀者願意拿我故事裡面的人物來給他們小孩子命名 或者即使是寵物命名 我都很開心了 我都沒有問題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呢 金寶英老師他也很感動 所以他在後來又寫了第二個故事 就是我等待著你 所以我等待著你 從女方的觀點來重新敘述 對不起 應該是我朝你走來啊 我朝你走去啊 我朝你走去是 從女主角的觀點去重新敘述 我等待著你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趣這樣 那這個金寶英老師說呢 他在寫的這個序篇 他也是抱著一個感謝的心情 因為當初因為這個男 他是準新郎啊 委託他來寫的這麼樣一個浪漫的故事 然後兩個人也結婚了也很幸福 所以金寶英老師覺得很開心 他就再從女主角的觀點再寫一次 所以就非常有趣 這個整個文本的架構 有很多的背景的文本都參與進去 那形式上呢 這兩個故事都是書信 就是說兩個人呢 他們寫了十五封信 但是呢 似乎中間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信到最後有沒有全部寄給對方 似乎是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是比較像是獨白 好那這個是第一個故事啊 我等待著你 他的一個故事的大要 所以基本上呢 男女主角他們是準備要結婚了 那但是呢 因為他們在婚前要先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呢 女主角要先送她的家人去另外一個星系 那女主角就要離開一陣子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去到外星系那個時間很久嘛 以我們現在地球的科技來說 去完再回來搞不好人都已經坐骨了對不對 那在那個時候稍微有好一點 可是一樣有時間差 所以變成說男主角如果在地球上面 等她的新娘子回來的話 可能她就太牢了 就那個時間就不行 所以男主角呢 她也要搭上另外一艘太空船 就是她用光速來繞行 因為我自己是文科人啦 這個跟愛因斯坦相對論有關係 就是說你運動速度越快 你的時間會停留 我們在場有物理系的朋友 沒有好好好 那那個我不小心講錯的話 應該是不至於那個被拿出來檢討 反正總之在故事設定裡面 為了要讓他們兩人同時可以在地球上見面 然後結婚 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各自上了不同的太空船 所以就是短時間的分道揚鑣了 那所以理論上來說呢 應該等到女主角結束了這個航程回來 男主角的等待之船 也繞行了一段時間 他們應該會在四年半之後 就是可以順利的結婚了 結果就是故事永遠是計畫 比不上變化啦 所以中間的發生的一件事情 變成說女主角一時之間 他沒有辦法照原來的時間回來 所以就變成兩個人在分別的太空船上 就必須要一直等對方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用黃字放的主題 就是第一個故事的核心的 這個關鍵字就是等對方回來 男主角就是等女主角回來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了那個故事呢 他十五封信這樣的就是一個等待的心情 其實真的還蠻心酸的這樣 就是看到好像給他拍拍這樣 就這樣辛苦你了 等那麼久等到我們那個福宅界有一個 萬用語就是等到人都老了 比如說某些作者一直寫都沒有結局的 我們就會說等到人都老了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男主角的心情我看到很有感 真的是等到人都老了這樣 所以他的主旨是等待 那下一個故事呢 女主角的觀點來寫 很有趣哦 我就發現說他的那個方向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男主角比較想說 我在這邊一直等你回來啊 我等著你回來 我等著你回來 可是女主角他其實是我要趕快來找你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會講 這個讓我覺得跟我平常讀過的 大部分的愛情浪漫羅曼史小說 他那個男女主角的一個行動力來講 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那這個是女方觀點 女方觀點一樣 他們也是為了要結婚 所以有分別搭船 那但是中間就發生了事情了 然後女主角他因為是漂流在外面 要去到那個星系很遠 他的主要的一個任務就是想辦法 儘快儘快要回到地球去 去跟他的未來的老公會合 那但是跟第一部的故事比較不一樣 就是女主角的那個部分呢 我們會看到很多 他跟現實環境當中一個搏鬥 這就讓我想到很像那個 魯賓遜漂流器吧那種感覺 或是奧德賽 奧德賽也是講英雄流浪在外的故事 那很有趣這邊是女方 所以我們就看到他怎麼樣在一個 比如說有階級架構的一個 太空船的一個社群當中 他怎麼樣每天想辦法要活下去 因為不活下去他就沒有辦法回去結婚 所以我這邊他底下又提到說 裡面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人物出來 所以感覺上女主角他所處的這個環境 基本上對他說非常不友善 他很辛苦 那他的辛苦跟男主角的辛苦不太一樣 男主角的辛苦比較都是孤獨 在那邊等候 然後對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 他是一個比較像是與世隔絕的那種孤獨感 那種孤獨感也很可怕 那不見得會比每天在社會的底層搏鬥來的簡單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被關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然後在那個小房間沒有任何 不能用3C不能看報紙 就是在小房間裡面吃飯睡覺 上廁所通通都在那裡 沒有窗不能看外面 只要二十年就好了 或是大家覺得二十年太少 十年就好了 或是一個月就好了 大家可以想像那種感覺有多可怕 那個就是比較是男主角的處境 那女主角比較像是說 他是在外面沒有處 可是每天呢 就是那個去到船上就會有一堆人 就是叫他做這個做那個的 而且呢他因為也沒錢 變成說他可能還要做什麼 連假老公類似是這樣 但是不做又不行 不做沒有飯吃 不做會餓死 所以整個眼睛睜開眼了 就像是我們常說社會底層的人 這種感覺 然後裡面像人性的那個鬥爭 就是發現說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裡面的論語我家真的 我覺得對女主角來說是另外一種不同程度的一個辛苦 也是也是一種很大的巨大的考驗 所以在第二個故事裡面呢 我感受到這個核心的一個 算是中心的這個意象就是說 嗯他要快點回家 所以才說我朝你走去 所以他的這邊呢 唯一能夠讓他活下去的這個生命的寄託 就是他想念著他愛的那種 多麼的令人感動啊 就是為了為了這個 這個唯一的一個希望他可以活下去 就算他不知道多久之後才能回地球 但是只要有那一線希望在 他今天就還可以再活下去 好那就這兩個故事當中 我看完之後啊 我想到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男女主角之間 我剛剛有提到他們跟一般啊 我看過的那種可能愛情文學啦 或者是羅曼史啦 浪漫愛情小說 裡面對於男女主角的刻畫 甚至科幻小說呀 似乎跟我看到的一些 大部分的慣例比較不同啊 所以在第一個部分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裡面看到男女主角 跟大部分的科幻小說 或是大部分的愛情故事男女主角 尤其是這種要等對方的 等對方就是一個老梗 但是呢這一本書裡面 他呈現方式蠻特別的 所以我先講他們兩個人 就是在愛情啊 跟在性別特質上面的一些差異啊 那首先呢 就是說科幻小說 其實愛情在科幻小說 不算是主流 因為絕大部分科幻小說 就像剛才子女講的 尤其是比較老派的科幻小說 他比較多是在討論大的意境 人類的未來 人性 或者是說呢 科技 或者說末日 地球怎麼樣 宇宙怎麼樣 呃 就是讓我想到一個 那個宇宙或是神的觀點 好 放眼望去 假設我們今天站在 銀河線中心 地球在哪裡 對不對 地球上的人又在哪裡 所以可能對那個 比如說尤其是那種 Space Opera那種 算是那個宇宙歌劇的那種 科幻小說來說 呃 人的情感 或是愛情這種事情 他們可能琢磨的比較少 所以那個我爬梳過我大概近年來看過的科幻小說呢 有提到愛情的真的不多 超越人類的水準 禁忌愛真的在地球上面可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最近比較夯的這一部 沙丘對不對 沙丘這一部呢 呃 其實老實說 他的愛情這部分 可能大家如果對於那個浪漫的 一生到老 一生只愛一個人的那種 老派的 忠誠的愛情來講 我看這一部可能會覺得說 蛤這樣子 因為這一部的主角他其實有點兩難 就是說他 在現實的壓迫之下 他可能沒有辦法跟他的真愛在一起 那所以他 變成說他的一個身份 他必須要去娶一個明媒正確的老婆 那所以其實在沙丘裡面呢 有蠻多地方是提到他們三個人之間的一個比較複雜的關係 這樣 呃 對我來說沒有那麼浪漫 那不過不過那個也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我想他是講到一些比較現實的 就是說真愛跟所謂需要負責的配偶之間 怎麼樣去取捨 好 那 除了科幻故事之外呢 浪漫愛情或是說牽涉到男女愛情的文學作品 其實讓我想到說有一些性別刻白印象是比較明顯的 比如說通常男主角一般來說是以英雄的形象來登場 他是比較有主動力他是那一位去救美人的人他是等於說負責推動整個的劇情 然後通常男性在外面流浪的機會比較大 女性通常就是代價好好守住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說交往前 不曉得那個現在三次元的地球上是不是人是這樣啦 呃 現在應該21世紀稍微有點改變 因為不曉得不好意思 阿姨我比較肉食系這樣 我看到弟弟我是直接會鋪上去這樣 那後來有被勸說 就說這樣男生會嚇跑呢 我就好好好手腳綁起來 那一般來說呢 好像男追女是一個比較王道的設定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女方主動作囚的什麼也可以啦 但是小說裡面呢 尤其是大家如果有興趣有機會去看到那種 真的非常非常商業性的那種羅曼史小說 呃 當然我相信那女性主動的應該也有啦 不過絕大部分還是 就是總裁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呢王子對不對 然後呢就是高富帥的出來 然後寵信對方類似這樣 那所以追求的過程當中 絕大部分是男性主動這樣 這個有時候那個跟 呃 市場上面的一個主流的期望有關係 那交往之後呢 那絕大部分結婚了 那女性就是成為嫌棄臉母 就是在家裡守好 然後呢 締造一個幸福的家庭 那所以我這邊放的幾部呢 就是一個比較明顯是這樣子 科幻版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想像 只是說呢 奧德賽跟魯明蘑菱流記裡面 漂流的人都是男人 但是這一部裡面呢 在外面繞的比較是女性 好 那所以呢 在奧德賽在外流浪的時候 其實到現在都在好奇 因為我大一就在讀奧德賽 我就好奇說他在外面遇到那些什麼 人魚對不對 妖精嘛 還有一位女人 到底有沒有被人家睡 在科學家住了那麼久 對不對 你相信他們只是傳蓋背聊天嗎 以我女人生離女的直覺啦 還有大叔的靈魂 我覺得不太可憐了 好 那但是呢 他的老婆很辛苦啊 跟他的孩子在他們的家鄉 守著他們的家 因為呢 其實不是只有他獨守空歸哦 外面一大群胡思丹丹的追求者 等等要破門要進來了 因為在他們的那個社會裡面呢 如果老公死了 或者老公不回來 他又是王后 取了他就可以拿下這個國家了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 不是排隊等號碼牌 是已經準備要衝進去了 所以呢 這個故事 最後當然是一個美好的結局啦 就是說老公有回來這樣子 中間也沒有睡過別人不知道 那老公最終是有回來的 好 那所以那個基於這樣子的一個脈絡呢 來看這個故事 讓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哦 因為他在男女角色形象的塑造上面呢 讓我覺得他有去跳脫 所謂比較老式的那種 性別刻板的二元對立形象 還有他的特質 那我想 我們來看一些那個立文好了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故事哦 那在我看第一部小書的時候呢 我的印象是說 假設我今天是來寫那個男主角的人設 第一個呢 他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也比較文靜一點 然後呢 他是很細膩的人 但是呢 相對來說 他就會比較感性一點 也就是說 他可能比較容易玻璃心碎一樣 那所以我在看他一個 在那個 等候他未婚期回來的過程 其實蠻多mrmr的哦 那就會覺得說 哇 男生這麼多碎碎念啊這樣子 然後就是 而且他前面的信 大部分的信 他最後結局都是我愛的 就是說 他很直白的一直跟對方說 我好愛你 我好愛你 那我不知道 我們在床上只有以衛生理男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我在網路上看到的那個直男 他們在講 叫他講我愛你 要命呢 就是說 好像覺得他沒有男子氣概啊 或者他覺得好便 那不過很有趣的是 這位男主角 在他信裡面 幾乎都有提到我愛你 直到他後來有點瀕臨崩潰邊緣 他已經絕望了 他就會覺得說 感覺上這個愛好像回不來這樣 好 那我們這一段文字呢 就是他在當中 他一直在那邊內心增加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 我還是等於上是 關在一個 有期徒刑的小房間裡面 每天都只能看牆壁 然後呢 他就覺得說 可能 他的未婚妻再也見不到了 所以他就有了這麼多的 always出來 他在信上寫 就有很明白的 跟女主角說 他狀況其實不太好 那可能已經陷入憂鬱了 或者已經開始厭世了這樣 然後呢 他的情緒一直在那邊 交錯複雜 一直在攻擊著他 各種負面 負能量滿滿 所以我真的很想給他拍拍 真的心疼他了這樣 然後呢 他到後來甚至 他又會覺得說 厭世意念就出來了 他就會提到說呢 他到最後 他也不知道他生存的意義 因為呢 他 膽帶的那個人 也許就遇不到了 所以到這個節骨眼 他就會覺得說 他整個人生似乎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就我 就是對於所謂的愛情小說 三四元的世界我先不講 因為那個人類的類型很多 就我對三四元就是男女像 異性戀男女像的這個愛情小說來看 比較少對男主角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講他的心理 那因為我猜可能看羅曼史 或者看愛情小說的女讀者 總是希望說 裡面男主角是開朗陽光光子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 反而是女生 我好孤單 我好寂寞 我好傷心 男主角可以說 沒問題的 你一定可以的 那假設裡面男主角 比如說 我好想死 或者是說 我好 我好悲傷 大家可能會 看不下去 對不對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 哇好特別喔 一個非常顛覆我們 慣常這個二元性別刻畫的一個角色特質喔 好 那我們在那個第一個故事裡面 其實還蠻看 常看到男主角崩潰的樣子 會覺得真的很 很揪心啦 所以我剛才也跟子余說呢 我們其實看這個故事的第一個 蛤 這故事要拿來求婚了嗎 這麼虐 真的可以嗎 好 好 這個事情最後一封信喔 因為在那個時候 他還是找不到 女朋友的蹤影 而且呢 他剛好又看到女朋友之前 曾經到過那個地點 留下來一張小尺條 就是大概一百萬年都不會再見 他就大概想說完蛋 所以他就這樣講 對啊 就是非常感性喔 很細膩的 想通過一個男孩子 他就在那邊 整個就是他的世界 世界就破碎了 然後 甚至他也覺得說 很怎麼講 整個就放棄 他就不只是他放棄 他也覺得對方放棄 最好 最好在那個外星站 遇到更好的男人 嫁給他 那也沒關係 只要你過得比我幸福就好 超略的有沒有 他就是完全是自我犧牲奉獻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也許可以比較原諒對方口桌 他就是沒有講出來 好 那換到第二個故事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那我剛才提到第一部故事的男主角 讓我看到 我覺得他很細膩 但是呢 也很脆弱 然後呢 也很感笑 可是第二部呢 雖然我們看到也是一個流浪的辛苦過程 但是女主角的難動性強大很多 而且他常常給自己自我激勵 心靈肌肉非常強勁 當然到後來他一直遇不到男主角 他也有點崩潰了 可是我覺得呢 他至少還有想辦法讓自己盡力的撐下 也就是為什麼大家之後去看第二部故事 或者已經有看第二個故事了 會發現到說一個我們期望的一個美好的結局 第二個故事會給我們 就是大家請安心的買書 因為他不是back end 我知道因為我們府宅界有些人 他們會掀開網路風向 尤其是boys love 聽說這是什麼 虐心虐身都沒關係 第一果斷不買 摔輸給一心這樣 那所以這邊呢 跟大家就是說誠心講 這一個故事絕對沒有人便當 請放心 不然他們也不會有小孩了 因為後來是有生小孩的 所以可見男女主角呢 是最後是有遇到對方 那很有趣 在第一個故事裡面 我們其實看不太到 遇到對方的這個結局 所以我其實剛看完第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很擔心 我想說男主角 該不會就在那邊 很厭世跳海或者怎麼樣 那第一個故事就是停在那邊 那等到第二個故事的時候 結局是有比較明顯的 知道說他們最後是圓滿的 沒問題 好 那對於女主角的人士 我其實很常在他的一個 結一小段出來 那我看到的時候 如果我想 我是男人 大叔混沌 這樣的女人 我欣賞 我尬意 好 那他想要什麼呢 因為他那時候就提到說呢 他在那個太空船上 其實是已經在一個 非常不堪的地 他想要說服自己說 那我活下去的 給自己加油打 今天假設他今天被船長 就是叫去做這做那 好像當女仆一樣的使喚 然後回到他的船艙 回到他的床位 累了一天了 已經很沒力了 他想那我明天 為什麼要繼續活下去 他就講了這段話 他說呢 我很堅強 他在跟他的男朋友 他在信上寫 他說別擔心 我很堅強 他希望他的男人 不要擔心他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 形體喪失 然後呢 哇 對方一直在他 他說 其實我覺得這一段 更適合拿來念來求婚 不是嗎 他說你就在我內心裡 我從來不曾自己 我 我無論何時都和你在一起 現在其實我們身體 在不同的心 也是在一起的 因為思念 可以跨越光年的距離 這個我後面會講 然後最後這一句呢 真的是 如果我是男人 我看 果斷今天就去結婚了 我是你的女人 是我選擇的男人的女人 所以這個能動性很強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說法 就說 好啦 父母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對不對 今天我手抽已經輸了 沒關係 我的男人 或者我的女人 至少我可以自己選 那是我能夠選擇的家人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呢 因為雖然說 我是男人 可是這個男人 是我選的 不可以的 可見我也有眼光 對不對 所以我是了不起的 哇 這個自我賦能的正能量真的太強了 因為大部分我們 可能我啦 可能身為女孩子 總覺得說 希望別人能夠喜歡我 希望假設我有男朋友 希望男朋友可以說我好 可是他這邊 沒有啊 他就覺得 因為我選擇這一位 是我有眼光 對不對 這個是你的福氣啦 我選擇了你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在第二部故事裡面啊 我看到女主角 他一直都在用這樣的方式 來跟自己對話 那即使到後來 他到地球上面 還是找不到男主角 他還是沒有完全放棄 那即使他到最後的 最後真的 應該是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他的那個思念一直都在 我想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了奇蹟 好 那剛才我提到說 他們兩位的特質呢 就還蠻特別的 那因為這樣的特質啊 加上故事裡面的安排 就進入了我的第二個議題 那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他們各自在漂流啊 然後怎麼辦啊 最後是怎麼樣要在一起啊 那所以他們這個 在星際流浪啊 這個分離漂流的過程 離開彼此這樣子 這樣子這麼遠的一個旅程呢 讓我想到了一個議題哦 就是回到一開始的那一句梗 最遙遠的距離我們 怎麼樣去跨越呢 好 所以我裡面選了一些議題哦 一些文章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 他們兩位溝通的方式 是因為這兩個故事我說過 都是用書信寫的 那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想啊 科幻嘛 科幻全息投影上去啊 3D列印上去啊 對不對 沒有 他們用直筆寫 真的很奇怪啊 我一看想 這不科學啊對不對 都已經幾世紀了 還在用直筆 當然它有一些設定了啊 因為他們太空船的一些環境的限制 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像我們以前 標標標標 簡訊就出去了 沒有 他們必須要先用紙寫下來 筆寫在紙上 然後再轉碼 轉碼了再送去那個系統 系統再轉到另外一個太空船 再換成語音 他們是文字轉語音哦 好麻煩啊 好吧 那個沒辦法 就是劇情設定是這樣啊 所以這也讓我想到說 也還好他們是用直筆寫的 所以到最後最後 兩個人都在絕望的時候呢 看到了彼此的足跡 因為在兩個故事最後 我們都看到了 女主角有看到男主角寫 男主角有看到女主角寫 雖然那個人還沒出現 他的痕跡流失了 那因為假設今天簡訊 他沒電了 簡訊就沒了啊 手機壞了就沒了啊 全部通通都沒了啊 那個影片照片 通通都沒有了 那所以沒有電 沒有網路的時候 什麼痕跡都抹掉了 但是直筆寫的東西還在 當然也許時間久了 他會也會風化啦 那在故事裡面呢 經過那麼多年 他還是看得到 這也是一個蠻神奇的事啦 好 但另外一個 我能想到是婚禮的誓詞 這個其實就是浪漫中的浪漫 然後西方婚禮的誓詞裡面有一句喔 他就說呢 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那當然現在就我們就那個 現在三次元的種種婚姻的一些 奇怪的現在我們看起來 這個誓詞喔 大家唸一唸一唸一唸就忘了 那但是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 讓我在很多地方 我都一直看到 一直想到這句誓詞 就是男女主角 他們兩位 都很努力的一直活下去 因為他們希望 至少就算要分開 也不是我們自己說 啊 菜啦 菜啦 去找另外一個啦 反正等不到我去找另外一個啦 找那個什麼 啊 克林共新的人也可以啊 對不起啊 那個埋下梗喔 新建的啊 對 克林共新的男人 狂霸轉啊 可以嫁對不對 好 那但是呢 他們都沒有 他們還是持續的一直 本耐的對方 那就是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好浪漫啊 真的超浪漫的啊 那現在當然很多結婚的人 他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原因讓他們 不用再死亡 不用再死神來找他們 他們自己就已經分開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 讓我覺得說 這個故事整個 就是老派的浪漫啊 就是說現在還有多少人 記得這個婚禮的事 至少西方啦 西方他們基督教的婚姻 幾乎結婚都要講這一句的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覺得他有見證到這一點 那裡面講的 前面提到的 不論好壞 不論貧富 不論健康或疾病 都要愛你跟珍惜 他們在心上都有表達出這樣 其實他們不知道什麼都會見到 其實他們的處境都很不堪 他們還是一直思念著對方 對我來說 這就是超級宇宙等級的浪漫 整個星系都是他們的情歌 浪漫都不行 那當然在這個時空旅行呢 科幻的文本裡面 文本類型 時空旅行其實很常見 那今天真的很可惜喔 我其實在看這部小說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新海誠的心之聲 因為他很多就是擦肩而過 他們也是一直在通訓的狀態 以後有機會再聊一下 星際效應也是一個 時空錯位的一個旅行方式 那在這一個故事裡面呢 有一些地方呢 他有提到這個微妙的時間差 但是對我來說是有浪漫的感覺來呈現 這個是男主角他在夢境裡面 夢到他跟女主角的對話 但是很幸福但是呢也很殘酷 因為醒來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呢 其實這也很明顯的看出來兩個人個性之間差 因為男主角很明顯的 他會是比較容易往悲觀的方向去想 或是比較現實啦 他是比較想說現實很無感啦 那女主角會比較樂觀 比較積極比較正向一點 所以他們就提到說 一直就沒辦法見面這樣 那所以呢 這邊男主角就提到說 雖然他們現在就漂流兩地啊 或是說即使分開了 我還是會越來越像你 就夫妻一點吧 那女主角真的是比較務實的 他就說其實他們沒有分開啊 這句話我自己很喜歡 他說我們存在於同樣的時間帶 我們一起變老 一起增加年紀 就是說他們其實在這個宇宙裡面 還是在一起的 他的宇宙很大的 然後呢 男主角似乎不是很相信這樣的話 就是笑一笑 然後再來呢 女主角再一步地講到說 他把地球當成一個太空船 其實我們生活在地球上 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在地球上不管人在哪裡 都是同一艘太空船 然後呢 在這個船上我就度過我們一身 那這邊呢 男主角又說呢 他就說 嗯 他覺得不太像 然後 在我們相遇之前 我們就一起存在 其實船太大了 所以這個其實跟那個第三個故事就有關係 也就是說 其實我真的要把這三個故事都牽在一起的話 一二兩個故事呢 也許是第三個故事無限輪迴之中的一個場景 也不一定喔 所以我們 誰知道 我們不知道 所以真的說如果我們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呢 其實分離這件事情 也許沒有那麼的可怕喔 也許沒有那麼的 嗯 令人絕望 他其實 就一個大的一個宇宙觀來看 我們其實還是在哪裡 只是場域不同 好 那所以我看了這整個故事下來呢 我其實會 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還是跟所謂愛的這個定義有關係這樣子 就 就 這一句 這一首歌因為我從小就會唱喔 就是我覺得說兩位男女主角在這個 長久的 星際的漂流跟流浪當中喔 他們 讓我看到了這些克制喔 就是說呢 他們一直在忍耐喔 為了一個夢想 為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未來一直在忍耐 然後呢 他們一直愛著對方 然後他們相信 是有希望的 然後也盼望著兩人相聚的一個未來 那最後 最讓我覺得感動 是說愛是一種不知識這件事情喔 那 所以那個 呃 關於這個部分呢 我其實一直很想放一段影片這樣 但是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放喔 對 那這個是我在那個收到書的時候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對這本書想 哈哈 結婚喔 這個完全不在我的同溫層內 喔怎麼辦 我要怎麼樣用去那個同理喔 去體會男女主角 他們 盼望著跟對方結婚這樣的心情 所以我就 好好好 我用那個影音來自我催眠一下喔 結果就很巧 剛好在臉書的短片看到 這一段喔 有趣的地方呢 我等一下再講喔 我們先來看 聲音出的來 因為他就收集了好幾位新郎喔 在等待新娘怒長的這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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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我那時候看了 我當時就是腦淚中橫啦 對 因為我其實那個 從小其實不太相信愛情啦 就覺得說這是很虛幻 然後也沒辦法持久 所以看完了 至少我最小的有心願 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在人生很幸福的一瞬間是怎麼樣 我也相信說在最後結局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結婚了在婚禮的禮堂上大概也是這個樣的 尤其是男主角因為我覺得影片裡面那幾位新郎 男主角他在結婚的時候應該就是那個臉 好但那個墮落先知呢我就簡單帶過去了 因為就像子余說是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雖然我在看的時候覺得真的要連結也是有一點可能 而且真的很有趣因為他這邊講的一個主題 反而是有點打臉前兩部 他說你萬一有了那個愛的感覺你就墮落的呢 那前面的兩位怎麼辦呢 當然我有其他的詮釋觀點 因為他講的是比較形而上的東西 他是提到說一個類似靈界的一個場域 他叫中陰 就是我們中文裡面講那個中陰 那裡面有很多靈體 他們就是比較類似說是一個高靈的存在 那他們為了要體驗要學習 類似修行啊 他可能就會來到人世間 他們叫下界 大概簡單講一下 那所以裡面就是提到說 他裡面的一些所謂高靈 他在這個自我追尋的過程 他的自我建構的過程 因為他要修行嘛 他要有不同的階段去經歷 他怎麼樣去找到分裂的自我 怎麼樣跟其他的靈體合一 然後怎麼樣去看待這些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呢 他的角色跟情節設定非常跨文化 然後也很跨文類 因為他的那個角色們 其實那些高靈那些先知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韓國他們的傳說 神話裡面的人物 然後呢也可以看到佛教 因為比如說我在那個裡面 蛤都帥天都出來了 我是在看什麼奇幻嗎 還是什麼樣 然後呢甚至連那個華文 就是說漢人那個文化裡面的佛希也在 所以就讓我想這是什麼 美國眾神的東方版嗎 還是怎麼樣 當然故事很不一樣啊 所以呢他跨文化也跨文類 因為我覺得他很難說是用哪一個類型的小說 他其實也不完全是科幻 然後也不完全是奇幻 會把它講成一個幻色 全幻的那一類小說 而且他真的是哲學性非常多 然後他的一個主要的議題就是我是誰 那其實我是誰是一個大哉文 太多的東西方文學都有提過 因為甚至上那個西游記 其實我看到那個文 第二個想到是西游記 因為西游記裡面的角色 他其實就是各種不同 我的一個層次的一個呈現 那在這邊呢 那一位先知 那位老師 他在找尋自我的過程 也讓我一直想說 他很想去找到 他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B到底是什麼 很多無可明書的東西在裡面 就很玄 這個也跟我做的練精研究有點關係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可能比較沒有機會講 那所以呢 他有提到說 宇宙修道場的一個生命的課題 就是從分化到合一 這個就是道家就有講 一分為二 然後二到四 兩一生四卦等等 然後就是大千萬 所謂的那個萬千世界 可是終極來說 分得這麼細之後 最後還是要回去 就是他那個整體的一個源頭 是在上面那個合一 所以在裡面這個先知也是 因為他中間一直在找這邊要結合 也找那邊要結合 好像你看到就是什麼 多重人格想辦法要整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在這個宇宙的生命課題裡面 他最後是要想辦法找到一個圓融 跟一個合一的平衡 這個就非常行而上 那但是呢 我其實想說 讀完兩個故事再來看這個故事 呃 除了我對他一開始的這個命題說什麼 有了愛就會墮落到下界 我個人是覺得別人沒那麼贊成 又覺得愛也是一種課題的修行 或是你把它講成一個 它是一種業 那它是一個功課 我不覺得它是壞的 那如果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呢 也許前兩個故事 說不定也可以整合到第三個故事的這個宇宙裡面 它可能是在平行世界 也許是這個先知或是其他高齡的一部分 到了某一個維度的世界 某一個維度遠 他那邊就是扮演夫妻 因為我們在這個故事會看到說 真的是那個人事的錯亂 就是說這一世啊 我們可能是實生 那下一世變父子 再下一世變夫妻 哇勒到底是怎樣 就是亂倫的嗎 可是問題就是說 那個就是一個角色扮演 所以我其實在看那一部故事說 我看到那種吳以銘說的東西 就我想到自己在地球上的旅程 我個人啊 就是我現在的一個名片是寫 趙田怡 台大外文系 可是那也許是我 千百世當中的一個角色而已 所以我在這個地球上發生了什麼事 對我來說是真實的 但是也是很虛幻的 因為也許等我登出地球回來看 我這樣啪 就說我那時候為什麼這樣演呢 就是腳本那麼爛 誰寫的 其實是我寫的 所以那種感覺我覺得很微妙 好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我大概就只能講到這邊 那當然大家如果說 對第三個故事 有好奇的地方呢 我等一下可以來聊 好 那結語的部分呢 首先我看到那個子余 在那個書後把寫的這句話 我就覺得很感動 而且我覺得他有講到重點 也就是說呢 在這兩個故事之中呢 兩位主角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孤單 然後他們在跨越星際的這個旅程當中 流浪的過程當中 什麼東西撐著他們走過來 真的好浪漫 那就是愛嗎 就是love conquers all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想問子余的就是說 在這個故事當中啊 或是你覺得在人生當中 這個愛 他要怎麼樣讓他演出一下 因為我通常說什麼 婚姻是戀愛的墳墓吧 那因為這個故事 好像也只講到他們結婚之前 那結婚以後呢 那所以呢 我想說如果有機會 可能就子余來分享一下 就是特別是你剛才講到那種 比較不那麼浪漫的部分 我會很想聽這樣子 就是當作一個學習的機會 好 那最後最後呢 我自己超愛超愛老師這句話 因為老師是在那個 第一部的這個故事 最後他講的這個感言 因為他有提到那位男孩子 就是請他寫求婚的故事 然後他很高興看見兩個人 都很幸福 他就說呢 愛一個人就是愛宇宙 為了一個人為了宇宙 而給對方的禮物 因為說雖然今天是我男生 或是我女生 給我愛的人的這個禮物 可是他其實不是出於我一個人 他是整個宇宙的能量進來 透過我向對方展現這個愛的奇蹟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第三故事可以拉進來 因為呢我們不是個別來看這些東西 而是他是整個宇宙的輪迴裡面 會進行一個能量的傳承 跟能量的一個延續 所以說哇超感動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浪漫 所以這就讓我想到說 我們在那個府宅記啊 就是有一個很常講的一個口頭上 就是這就是愛 是愛啊 然後那個回音開下去這樣 那所以我看到這個故事 其實看到最後啊 真的是覺得說 在我們這個世太年良的21世紀啊 接近末日嘛 能夠看到這樣一個浪漫的故事 讓我對於人類 甚至對於宇宙 似乎又找回了一切希望 因為我現在看到 那個每天被媒體這樣子洗板 我就覺得這個到底還有一個 結婚的人會不會幸福啊 現在很多人都不婚不生了 那那個再下去人類可能就沒有了 那但是呢 我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還是能有那樣的心 也許奇蹟還是會出現 好 然後我再次要說 這個故事真的太太太太太推薦 在七夕那一天看 真的會 真的會非常非常勇敢 那所以呢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那很希望說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故事 然後可以回想一下 裡面的愛的課題 然後呢 我也很相信 不管是在這個故事當中 還是在金寶英老師跟那兩位讀著真實的人生當中呢 有情人都能夠見證真愛 然後一起一起幸福的過下去 好 這就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趙平寅老師 關於老師剛剛對我提出的問題 因為在這之前我就已經先看過老師的投影片 然後老師也跟我討論過他想要問我的問題 就是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問題 我只能說 實在是太大哉問了 然後用一個 就是 用一個非常俗爛的話來講的話 你這個問題呢 我得用一聲來回答你 對 嗯 這麼說好了 我自己 小時候 比較年輕的時候 是寫言情小說 我寫過言情小說 然後我也在偶像劇的團隊裡面做過編劇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一心一意追求的都是 尤其是在偶像劇編劇的團隊裡面 我們要追求的都是 相遇的那個瞬間跟相愛的 就是 就是愛上彼此的那個瞬間 我們要把它營造的非常浪漫 我們會想盡辦法 絞盡腦汁 一直開會 討論 要怎麼讓他們相遇那個 笑成這個樣子 要讓他 要讓他吸睛 要讓他別出心裁與眾不同等等 然後後面我們就很隨便 你知道嗎 就是 相遇跟相愛的那個瞬間 我們要非常非常努力的讓他 很特別 然後讓 讓他可以變成那個廣告詞 或者是預告片等等 但是後面我們真的很隨便 就是我們要把 就是把戲寫完 然後在 當然在戲寫完的中間 我們還會遇到很多 各式各樣的挑戰 所以說他 沒有辦法那麼盡如人影 但是相遇跟相愛的瞬間 是很重要的 這個故事完全沒有相遇相愛的瞬間 他講的就是那個然後呢 然後那個然後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得用一聲來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然後 老師在跟我討論這個講座籌備的過程中 也有講到說 我有開玩笑說 欸有講到婚禮誓詞 我要不要把我的婚禮誓詞也講出來呢 後來發現不是很適合 因為太私人了 就是有很多前情提要 必須要了解的東西 才會理解那個誓詞 重點是說 但是我可以出賣我弟弟 我不是要講他的婚禮誓詞 我是要講 我家人都住在高雄 然後呢 我經常回到家的時候 我弟跟他老婆就是那種 我跟我弟弟都很喜歡吃宵夜 他老婆是不吃宵夜的 所以我們每次買完宵夜回來 什麼炸雞啊 鹹酥雞啊 雞排蒸奶 擺在桌上的時候 他就會很開心的插一塊 去給他老婆說 拿他吃一口 然後他老婆就說 我減肥 不想吃 吃一口 他就會一直賴他老婆 不管怎樣 你就是要吃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就是夫妻倆 每次回去 他每次買宵夜 他都這個樣子做 我就覺得有點煩了 我看得出來 他老婆也很煩 然後 後來我就是 他又在那邊爐 爐小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到底為什麼 每次都要這樣子 他就已經 買之前就跟你說他不吃了 你還買那麼多回來 所以買了他的份 然後 然後又一直 要一直要煩他吃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 結婚的時候跟他說過 只要我有一口飯吃 你也有一口飯吃 我說 好 你完全把你的結婚誓言 就是為愛進行到底了 真的很莫名其妙啊 就是 但是他是用一種非常直男的方式 在履行這個諾言 他這個完全是真實故事 我沒有唬爛大家 就是 後來連我都看到煩了 那個 他老婆說 拜託你不要再給我飯吃了 我在借澱粉好嗎 然後那個 宵夜也先不要 就是很痛苦這樣子 但是 這是一個直男表達愛情的方式 對然後我 聽說之後 我就覺得太好笑 到處跟人家講 這個姊姊真的是 也很要不得 然後 所以我想要說的是 婚禮誓言這個東西 現在的婚禮 台灣的婚禮事件 大家應該也參加過蠻多 不同的婚禮 你們在婚禮上面 大部分的都不是 基督教那樣子的東西 現在習慣是自己寫 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是 針對對方的特質而寫 兩個人的相處跟交往而寫 寫下來的東西一定 我自己一念的時候 也是就是哭的死去活來 然後 什麼什麼的 然後大家 底下人一起哭的死去活來 但是我覺得他最浪漫的時候 就是 還是那一句話 我用一聲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就是你每一個在實踐的當下 跟那個 那個時間點 然後每一個當下都是 那個實踐的 嗯 這個婚禮誓言之所以浪漫的時候 並不是他說出來 會不會寫下來 會不會朗讀出來 大家哭的死去活來的那個時候 所以 這個其實是很不浪漫的一件事情 我們回頭看到這兩個故事 他們就是用一個 地球時間幾百年的 宇宙漂流時間 在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甚至還沒有把婚禮誓言說出來嘛 對不對 他們只是快要結婚了 他們 努力的想要抵達那個 可以說婚禮誓言的時候 但是在那之前 他們就要實踐這件事情 我 用這個角度來講 他真的是很浪漫 但是你在讀的時候 尤其是第一篇 男主角的那一篇的時候 他其中有一個部分 我就直接說情節了 就是他其中有一個部分 他已經漂流在他的太空艙裡面 然後就是 失重狀態 然後所以說他的尿意 還是什麼 什麼排泄物 都漂在 漂在空中 然後跟他一起漂在空中 然後塞住他的鼻子 等等的 我說天啊這個東西 你真的可以拿來求婚嗎 然後後來看到女主角 聽得很感動 我說趕快噴笑 就是你在 你在聽那一段的時候 你沒有笑出來 我隨便你 就是 就是會覺得很荒謬 但是他實際上 他的那個 連尿液塞住鼻子的那個瞬間 都是他在履行那個諾言 那個婚禮誓言 他還沒講出來的 那個婚禮誓言的瞬間 好吧 從這個角度看 的確是很浪漫啦 但是又回到不浪漫的那個地方 是我身為一個自己是 小說創作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好那個浪漫都是故事中 那他們兩個最後真的相遇了 他們有沒有辦法好好的 維繫這個婚姻呢 還是說在婚姻當中 就開始跟你講說 欸你知道嗎 我當初為了 為了等你 齁我跟你講的 那個實在是 我怎樣 就怎樣怎樣怎樣 就開始 翻舊帳啊幹嘛的 然後聽起來這還蠻可能發生的 對不對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女生可能也可以說 欸我那個時候我要是跟那個船長上船 我不就沒事了嗎 我不就晉升為後宮了嗎 我就不用 我要不是為了等你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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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他可能後續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我真的很不浪漫 我是因為結婚的關係嗎 然後 第二是 更可怕的事情是在故事外面 身為一個小說創作者 我看到他的小說創作歷程 我覺得很恐怖 他是先寫了一篇小說叫做 走向未來的人們 裡面的主角叫做星河 男主角叫星河 接著他收到了這樣的委託 所以他為星河這篇故事寫了一個前傳 他寫的是他爸爸的故事 他把他爸爸的故事拿去 讓這個現實中的男主角拿去求婚 接著 他出版之後然後好像得到蠻多好評的 所以他寫了女主角的故事 出版的時候呢 現實中的男女主角已經有 已經有了小孩 這整個都是非常靠運氣的事情你知道嗎 就一個小說家而言 因為他們要是離婚了呢 他們要是沒有好好的相處下去呢 有小孩並不代表任何事情 而且可能代表的是吵架吵更多等等的 那在這個故事之中 他這麼多依賴現實的部分 那對一個小說家來講是很危險 然後他們如果之後離異了呢 然後或者是 昨天的國民法庭 第一個審判案剛出來是 受虐的妻子殺死了他的丈夫等等的 那個自己都可以變成一篇小說的狀態 就是現實中他的離奇程度 跟他不可掌控度 好對一個小說創作者來講 我要把一個故事托付在這個 無法掌控的那種現實狀況下 是很危險的 但實際上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才浪漫 大部分的故事都是這個樣子的 他要帶給我們的是 願意去愛的一個勇氣 而不是說承諾你之後都不會變得 那個不可能的事情 他要帶給你的是去愛的勇氣 願意為那個堵住放手一搏 願意為那個 因為在故事裡面他們是 在一直到最後關頭才發現了彼此 就在離自己很近的地方 但事實上其中他們措生而過 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他們有可能再繼續措生而過下去 那願意支持的支持你撐下去的這種東西 那個才叫做愛情 如果說你堵住 你知道你堵下去一定會贏 那個就不是愛情了對不對 對你回頭過來想 好這一切的不浪漫 其實都是他浪漫的原因 我真是太優秀了 我把一切都圓回來了有沒有 就是我想了超多那種 一邊讀一邊覺得 各種不浪漫 到處不浪漫 但是他其實就是他浪漫的原因 我好棒 謝謝大家 莫名其妙的結論 好 有任何 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嗎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是提出問題 有想要分享的也可以 那我想應該我們這邊的空間 大家講話應該是聽得到 因為我自己聽力比較差一點 那我那時候本來是想說 那我們麥克風還是可以傳一下 假設說呢 最壞狀況我還是聽不到的話 我又準備一個線上的表態了 我還是可以文字溝通 但我想今天這個空間 距離非常的友善應該是可以 那我想麥克風我們就是看有 大家有想要發言的麥克風給他 然後該指引真的太厲害了 整個就圓回來 其實我那時候看是覺得說 其實大部分的愛情小說 或是愛情的故事 愛情的故事 或多或少都有奇蹟出現 因為有這樣的奇蹟 才是他一個戲劇系的所在 因為畢竟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當中 我們就比較多我們會看到 實際上的一個所謂的true end 就是說一個現實的結局 通常比較沒有那麼的理想化 所以才會有人說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那但是真的就像子余說的 這一整個案子 我們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蹟 當然蓋棺論定了 他們結婚也沒多久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既然都已經出成書了 這也是不是也是一種 那個有力的一個羈絆 就是你看老公這個書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如果再怎樣的話 會被全世界的讀者酸嗎 對 再怎麼樣也要待在一起 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我也同意子余的說法 我看到我就說真的假的啊 就那麼巧 所以有時候覺得大宇宙的奇蹟還是無所不在啦 或許大宇宙也很愛開玩笑啦 好那不知道說我們在場的朋友 有沒有人想要聊聊 就是我剛才分享的部分 或說至於提到的議題 或是這本書本身這樣 謝謝喔 我其實是沒有看過書的 那因為我只是對 我也是蠻喜歡聽故事的 然後因為我其實看了很多韓劇 但是我真的沒有看過任何一本 韓國的小說這樣子 所以你剛開始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 認識一個新的韓國的作家 然後再透過就是兩位的介紹 對於這個故事真的是更加的更加的了解這樣子 那其實我我剛也想到一部 就是最近在看的韓劇是什麼 今生也請多指教 所以這一部就是它也是跨越好多世紀 就是記得前世的這個女主角 她記得她很多世的故事這樣子 那覺得跟這個故事有一些 一些就是這種跨越世紀的這個部分 是有連結的 那也很巧的是裡面的男女主角的人設 也是有點像 就是男生是比較溫柔跟比較好 好像比較膽小一點嘛 然後女生是比較主動積極開朗的這樣子 那就是覺得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設定 也是也是也是蠻巧合的 就跟這個書裡面的故事情節 那因為剛剛有就是有說到說 裡面就是以性的方式 就是男生寫信給女生 然後女生寫信給男生 所以在想好奇的問一下 裡面的男女主角真的都沒有相遇的難客嗎 還是就只有書信的傳達而已 就是在故事裡面的話 因為她故事是用書信題寫的 就像剛才子余有提到 如果我們把它拍成電影 那可能有一些場景說 其實他們已經距離很近了 但是呢可能就是他們都沒有出船艙 或者是說呢就隔了一道牆 所以那時候可能很多讀者會在那邊敲螢幕 或者說對呀你衝出去就看到他了這樣 但是據我所知啊 那如果我說錯子余可以幫忙我這樣 就是說據我所知 他們在那個漂流的過程當中 好像因為一些技術的限制 他們就是只能用寫信的方式 而且我記得是不是到中間 變成說其實他們是被糊弄了 他們的信還沒有寄出去 對這邊好像有點破梗 所以我看到那邊我就說 天啊要說我是男主角 我也想死啊 我已經寫了那麼多封 寫那麼多年 結果一封都沒有寄出去 然後好像還被那個船長拿來開玩笑 寫了那麼多肉麻的東西 對呀要說我也覺得很想死 那所以就我所知 就是在這個故事裡面的設定的話 他們就是都用 而且我覺得那個 與其說是書信更像是一種直白 就是說自白這樣 他們的獨白 因為感覺上對方其實也沒有讀到他們的信的內容 所以我看到是像是兩顆行星他們自己在轉 然後呢我們看到那個行星上面 它的一些生成變化 那但是行星什麼時候偽到會遇在一起 呃 就是讓我們等著等著繼續等這樣 對 這個是我的解讀 那那不曉得子余看的時候 對我讀到的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他們曾經有幾次很有趣的錯過 不一定是那種實體上 也有這樣子 就是兩個人其實在 肉體都已經在非常靠近的地方了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 彼此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 然後這個 這個橋段上女主角 我記得還有那種 就是突然間感應到什麼 他想要衝出 衝出太空船去 但因為外面的那個氣候太險惡 就是環境太險惡 所以他被拉回來了 那他就是有一種感覺我想要衝出去 他只要衝出去了 就是他們就相遇了 但是事實上 你回頭過來想說 他們在那個狀況下相遇是好的嗎 我覺得不見得 就是那個 那個情境下就是 男主角剛跟那個太空船的船長吵完架 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小太空船去漂流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的外在狀況相對是險惡的 並不適合他們兩個相遇的 那其他還有就是 男主角在冰層裡面發現了什麼 女主角之前搭過的那艘太空船 墜毀在裡面 然後被冰層封起來 那當然是已經過了 就是在當地的世界已經過了好幾百萬年之後 然後他就覺得那個 冰層裡面的那一個太空船在召喚他 在對他說些什麼 就是有這樣子 微妙的錯過 但是並沒有真的相遇的時候 那 呃 這些東西其實在第一篇裡面是看不出來的 你要加上第二篇去對照他 你知道原來他那個時候看到那個 那艘太空船是他搭的 原來那個時候他就在那裡什麼什麼什麼 等等的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 我很慶幸這對夫妻就是好好的相處下來 我們才有第二篇可以看 不然的話第一篇真的讓我非常非常困惑 我就覺得這個求婚怎麼會成功 然後第二篇的話 我真的就是整個故事他更完整 然後我也更喜歡這個故事了 他的確讓我有這種感覺 對 謝謝子余喔 對因為我那時候 統一子余的說法 因為感覺上 第二部的那個女主角 因為她的那個想法 她的一個思考習慣 我覺得她是比較理性務實的那種人 所以她在寫信的時候 她其實同時還有在觀察周遭雷狀 或是想一些人際的策略 因為她要存活 所以我們從她的 因為我們假設把這兩個故事 都當作是主角個人的獨白的話 感覺上兩個人腦內小宇宙 在上映的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女主角她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要怎樣怎樣 才能夠增加相遇的機率 或我才能夠更往她所在的地方去移動 甚至我覺得剛才子余提到那個 這個關鍵的補充很重要 就是女人的直覺非常的靈敏 因為其實這邊稍微破個梗 就是說第二部的那個結局 當然是好結局 然後呢重點也是女主角有感覺 當作男主角就在那裡 那當然那個關鍵就是說 跟結婚有關 戒指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她是聽到那個戒指方的那個音樂 因為當初是男主角買的那個戒指 她就說那個人說不定還在 因為假設因為本來女主角 感覺上我記得在第二部故事 女主角好像原來是打算要自殺 或者是說她至少是那種自我放棄的心態 走進大海 那但是在那個瞬間 就在那個摩門特她聽到那個 所以說真的是宇宙的奇蹟 然後現在覺得巧合 有點強 她就剛好聽到那個戒指漂流 那個流出來的音樂 所以她就聯想 然後那個直覺非常的敏銳 她就覺得說 說不定那是她的東西 然後她剛好又發現了沙灘上有腳印 所以她就覺得說 說不定那個人還在 對當然我也很好奇 就是兩個人終於見面 只有第一個 超級會不會就啪的一下 就出手了呢 還是說呢 會不會就是無言 然後相對無言 然後就嘖嘖這樣子 所以就很有趣 那我也同意 那個男主角的第一個故事 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自我 對就是她都整個是封閉在自我的世界裡面 她就一直在那個 然後一直在那個上演 各種情緒化的一些交錯 壓倒性的情緒反覆的出現 所以那邊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現在講的話 可能有點兩性刻板印象了 那但是呢 就可能我們一般的一個經驗來說 我們感覺到好像我自己身為女孩子 我會覺得我好像比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出現 很情緒的去看很多人 然後比較不太管外面在幹嘛 然後可能我跟我的男朋友 或是說我跟我的男性朋友 提到說 怎樣怎樣 我覺得我這個世界快要崩壞了 她就說 講重點到底what happened這樣子 對所以就覺得說 那個男女主角她的認知 其實還剛好是顛倒過來了 就就真的蠻有趣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剛才因為那個 那你也提到說 好像另外一個故事有類似的設定 所以我在好奇說 會不會這是一個新時代的潮流 就是說 男女的一個性別的特質 越來越沒有辦法去用二元的方式去切分 我們也有很溫柔 然後很細膩很愛碎碎念 然後常常會玻璃心碎掉的男生 可是也有英姿煞爽 然後很很 怎麼講 決斷 或者說讓人覺得說 哈好像沒有很溫柔的女孩子 也許都有 那所以我想人都有白白種 如果說一定要標籤說 哎呀女生就要很溫柔 男生就一定要陽剛大氣 那我覺得後來應該會被 很多新時代的作品打臉這樣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案例 很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這讓我蠻驚艷的 因為我之前看過 比較大部分是那種韓國的影視作品 或是他們的那個輕小說 那我看到的作品就讓我覺得 好像他們還是會比較把男主角描寫得比較陽剛一點 所以我看到這部故事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驚訝 哇 好有趣的男孩子 所以我才找了那一段影片 因為那影片裡面的新郎 都比較不是狂大宅的 然後就是那種小路亂撞 然後我想 感覺上新娘都還比新郎很淡定 因為新郎當場就哭出來了 然後新娘還給他排排 好啊好啊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好有趣 就是覺得這個反差怎麼這麼大這樣 這也是我讀這一部小說的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一個感受這樣 還蠻可愛的啦 但是田儀老師就是提供的那個影片 婚禮上的影片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是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在看到這個影片之前我會覺得 這個男女生在這兩個故事裡面的那個性別角色是 在刻板印象裡面是顛倒的 但是事實上他對照的那個婚禮的影片 你會發現其實婚禮的標準形式就是 男生在那邊我等待著女生我朝你走去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個進行的方式耶 但當然我也想要再強調一點就是說 就像是我們的對軟科幻這三個字的想法 就是一開始覺得有這樣的東西出現了 然後但是當他慢慢變成普及 很多很多作家都開始這樣寫之後 我們就不需要把他當成軟科幻 他就是科幻的一部分 所以說在男女刻板印象這件事情來講 我自己也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說 這個顛倒了刻板印象耶 我們已經沒有刻板印象了那時候 那個時候不管是怎麼樣子的 那就是他該有的樣子 他不再是刻意的顛覆或者是 因為是女性作家 所以他寫出一個比較不同的性別處境等等的 他不再是那樣子 他就只是一個角色 他做的選擇 他的性格 他的人生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期待未來的部分 就是科幻就只是科幻 角色就只是 他不是因為他是男生或女生 所以他被選擇了這麼做 而是他是這樣子的角色 他這麼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很欣握 所以我也今天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畢竟還是用了那個二元對立的性別框架來講 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相信 因為我感覺上 我們至少最近十年已經開始了 就是很多的框架都一直在被顛覆 然後一直在被挑戰一直在打破這樣 所以我也很相信 在不久的將來 其實那個標籤慢慢都會失效這樣 因為各種各種類型 越來越沒有辦法去把它放在某一個框架底下 我覺得到那個時候就會回歸到賣一下故事 第三部故事的一個本質 也就是說合一了 因為那個前面我們一直都在講男女 可是其實到第三部 他那個先知高齡他裡面有講 他的人生是沒有性別的 而且他們在不同式的一個會合 或者說結合當中 他們可以變換自己的性別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徹底的解放 那其實就像樂歸恩 他那個黑暗的左手 你今天看到尬野狼 如果你想要一系列好 他是男就變女的 對不對 他喜歡他如果是愛同性戀 我就變男的 對啊 大家開心就好 我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宇宙的大解放 而且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將來進化到那個地方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還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嗎 我們很高興耶 就是因為我本來跟那個子余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第三部好難講喔 怎麼辦 對對對 後來又輸回來了 是 而且我覺得要謝謝你到七八了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是先看了你的那個書後把 對 因為那個坦白說 就是我在看第三部故事的時候 我從一開始剛看的時候 我就想一直在哈哈哈哈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就會覺得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那個那個 我要怎麼講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有就是說 先去那個 算作弊嘛 就是先去看你的 先去看那個子余寫的那個介紹的文章 看了之後我就覺得清楚很多 然後呢 我覺得再回到那個兩個 我們今天這樣聊下來 欸我覺得 其實要連結在一起也不是沒有可能 對 所以也很有趣 但是說 老師他自己真正在創作的時候 第三個故事是在另外一個故事群底下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們如果 就像我之前寫樂閨燕的書評 我就說 其實所有作者的故事都像一個小行星 匯集起來是一個巨大的銀河戲 那所以其實不管他是哪一顆行星 最後就是一個大宇宙 所以我相信他們都有連結的 對 所以你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呃 脈絡來看呢 其實那些故事我相信到最後他們都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畢竟他們都是老是類似的 那當然我也很好奇 我們十年以後再來看前面這兩個故事 希望是不會有什麼新聞出現 哈哈哈哈 有話希望我們會知道 哈哈哈哈 對對對 但是我真的也是從那個 老師他的一個心得分享啊 他的後繼有提到說 這兩位就是說 現實生活中委託他寫故事這對夫妻 真的是覺得蠻有趣的一個組合 還是忍不住啦 就會覺得我看到有些記事感這樣 對對對 包括那個很害羞在車上上放那個MP3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我看了第一個故事 我覺得那個男主角真的有可能說這件事 因為他的那個音樂 求婚的音樂就是戒指放出來的 對 那當然我們剛才會前也在聊啦 就是我不太知道老師實際上在寫作這個故事 他那個創作的脈絡是什麼 因為委託的一個方式啊 進行的方式 老師沒有講很多細節啦 對 但是我覺得也許老師還是有參考一下啦 就是說真實生活當中這兩位的一些特質吧 所以寫起來會讓人覺得說 如果他們的朋友來讀 就跟那個人很像啊 他就是這種人啊 類似是這樣的 所以我也覺得這樣的創作是一個 蠻新奇也蠻有趣的一個場戲 我這也很喜歡啦 這樣 好 如果沒有其他想要說的話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喔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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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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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